中共的二十大,除了在意識形態上,在黨綱裡面明確寫明要鬥爭鬥爭再鬥爭 另一個令到外交十分憂慮的,就是它的社會、經濟、政策同樣都是極左的 整個大會,整個黨章,整個報告,所有說話都是這麼左,那這個究竟是什麼時代呢? 上一段我們提出過,可以跟1969年中共的九大,文革期間的九大相提並論 在九大的時候,當時又如何處理經濟的問題呢? 話說在1969年,當時入了黨章的毛澤東接班人和親密戰友林彪元帥 他就負責去做政治報告,兩年之後他就半遍死亡,這個另一件事 但是當時呢,他仍是表面上的副統帥 在九大亦都是將經濟形勢說得非常之好 看回頭,我們當然知道當時整個中國一窮二百,那些人生活多麼慘,大逃港等等 但是官方的大外宣,當時呢,跟現在說的話都好似的 依然是說一切恩恩向榮 那林彪在九大報告就是這樣說的 我國農業生產年年獲得豐收 工業生產科學技術出現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面 廣大勞動人民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空前高漲 很多工礦企業不斷刷新生產紀錄 創造了歷史上最高的生產水平 歷史上最高 技術革命正在不斷發展 市場繁榮 竟然是有市場的 他說 物價穩定 到了1968年底已經全部還清公債 我國已經成為一個既沒有內債 又沒有外債的社會主義國家 而當時的經濟生產口號就叫做 爪革命速生產 其實整堆口號背後的意思非常之簡單 舉國體制 右上而下 將所有東西中央集權生產的 無論是資源、勞動力、成品 全部都是中央處理 即是黨去處理 這個精神 同樣在習近平治下的中共二十大得到 全面正確的體現 全面精準正確的體現 譬如在二十大的黨章又加入了這一句 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 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 其實就是要強化 全面用大數據監控這一套的舉國體制 全面要強化 管制到最微細、最龐絲末節的所謂執政能力 這些即是一種control freak 精神病人才會作出的行為 現在就在整個國家出現 這一種無所不管控的精神 要得到所謂的貫徹 將來會發生什麼事呢? 根據中共以前的旺跡 顯形法家治國的習慣 未來這幾年相信又會出現大量 各式各樣 雞毛蒜皮的新法律 因為黨是要管一切 黨是要依法控制一舉一動 那你由軍事、政事去到防事 全部自然都有法可依 由大家穿什麼衣服去到言善表紙 可以說什麼用什麼字眼 全部都會有更多規範 終極目標就是令到人不再是人 只是一粒粒的螺絲 一舉一動、一言一行 全部都是要根據公式計算出來 這些就是所謂的科學社會主義 就是某些人認為 這些是秦始皇那種的嚴刑進法 雙養法家那種旁門左道 但是當這套東西成為了舉國體制的指導思想 還要是唯一的指導思想 相信總會有新的負責人 會幫他們進一步完善 這樣的依法治國究竟會是怎樣 這樣是不是叫做法治 相信生活在新香港的朋友 或者是在觀察新香港的朋友 都會心知透明 另一個外間很關注的重點就是 黨章入面又將習近平非常引以為傲的口號 共同富裕寫進去 以前江澤民時代有所謂的三個代表理論 什麼是三個代表呢 今時今日恐怕都沒什麼人要知道 甚至可能變成政治不正確 但是當年江澤民的理論 就是很破格地吸收資本價 其實邏輯上是十分之吊詭的 吸收資本家加入共產黨 而共產黨就是要將別人共產 那有什麼有錢人會自願加入共產黨 將自己的財產和別人分享呢 但是中國從來都是不講邏輯的 因為資本家根據三個代表理論 就是代表所謂的先進生產力 所以他們加入共產黨就有了理論基礎了 其實這條這樣的理論呢 是抄襲蘇努特魯曉夫時代 也是大舉吸納所有人入了蘇聯共產黨 就是所謂的全民黨 自從中國的資本家入了共產黨之後 曾幾何時 他們以為共產這個歷史都已經不會再出現 大家就一起賺錢 這個是沒有共產主義特色的共產黨 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執政黨 為什麼不入呢 在過去的二十年 有了這班資本家在共產黨入面的存在 他們其實一直都很想令到共產黨去共產化 大家安心賺錢 但是當然共產黨不會是這樣處理 如果不是就不叫做共產黨 於是在今年的二十大新黨章 習近平經常看口邊的 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就堂而皇之謝絲還雲 一翻到這個政綱那裡 反映了他已經完全不在乎黨內資本家的反彈 不在乎馬雲也好 馬化騰也好 任何超級巨富 任何認識的不開心 因為所有的財產 只不過是他們幫國家代管的 那又有什麼個人意志可言呢 共同富裕已經是益了他們 就是他們還有少許剩下共同富裕 以前就全部抄家 已經是黨的人詞表現了 那習近平把共同富裕寫入黨綱 除了說不擔心資本家反彈 又或者是可能已經掌握了他們的軟勒之外 更加可能會催生未來的一大堆新的經濟政策 現在所謂共同富裕是沒有什麼法律基礎的 雖然在中國說法律基礎也是一個笑話 但是現在你依法要插出條文 什麼叫做共同富裕呢 是沒有這樣的規條的 只能夠靠這些企業 自願捐獻去達成所謂的共同富裕 其實就是交保護費 那這些幫會、社團、志投 很流行交保護費 希望可以用錢買平安 但是當他寫入黨章之後 相信很快就會確立各式各樣的法規 一方面就是定立新的法律 寫到明白 怎樣才叫做共同富裕 每一個企業究竟要根據什麼的準則 要交多少數 中國這一套數目自管理 最重要就是跑數 有了法規還有什麼企業可以不遵守呢 又何況無論是國企、央企還是民企 裡面現在都有黨委書記 將黨委書記放入民企 正正是習近平其中一大發明 就算是香港的私人企業 開始已經陸陸續續成立了黨委 那一間企業表面上要向股東問責 表面上要賺錢 但是裡面又有黨委 那他們最後究竟是誰說的 大家都心裡明白 所以無論是國企、央企還是民企 無論是大陸公司還是香港公司 裡面只要有黨委的存在 都可以確立共同富裕的內部標準 那如果你捐錢不夠 究竟你是想違反國安法 還是商業詐騙 那就可以自己選擇 這樣的狀況之下 相信一輪風聲鶴雷 總會再次出現 在二十大的黨章 習近平管治之後 又加進另一句 好習近平Style的經濟理論 那怎麼寫呢 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國內國際雙循環 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那是什麼 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國內國際雙循環 即本來就是叫內循環 不過很多人就覺得不好聽 或者是 imply了放棄國際市場 所以就堅強改做雙循環 但是 看多這些文件都知道了 後者即是國內國際雙循環 這個turn 是虛的 有就最好 但是其實就沒有任何辦法可以促成 那我們就寫在這裏 在講究國安法之前 香港還可以勉強擔當這個 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白手套功能 一方面印尾抄 另一方面 這邊的經濟狀況 又影響不到中國國內的發展 但是有了國安法 香港這個白手套破功了八九成 那其他的制度還有什麼剩下 可以幫中國去搞雙循環呢 在整個二十大是沒有任何具具體體 講過怎樣突破現在外循環的困局 合觀效果你不講 假定 就是半放棄了 但是內循環就是實的 一虛一實 那實那邊又會怎樣做呢 內循環正正是和所謂共同富裕 是一體兩面的 那本身你共同富裕了 那很多人有了多數目至上的錢去消費 那就可以令到內循環更加流通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就是這樣 但是究竟那些錢是不是真的落到人民的手呢 那些人有了錢之後 究竟是會消費 還是盡快走私呢 那大家也都是心思肚明 那現在這個新政府 又沒有了以前的經濟專家 他們又沒有運作過中央部門的經驗 那除了去亂來意識形態主導之外 又可以怎樣落實這些共同富裕內循環呢 除了經濟上非常可能全面國進民退 在習近平二十大的講話 也都暗示了社會監控必然會更進一步 即是比現在去得更加進了 習近平在二十大的發言時候強調 這個又是他自己很喜歡的名詞 每一個名詞都是涉事而非的 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 他所謂的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 就認為他的政策可以最大捍衛中國人的生命 和全世界其他草間人命的政權 都不能夠相提並論中國是最偉大的一禁 這套這樣的理據 在梁煙城博士等人的文章 我們都可以參考一二 之前我們都說過就不再需要重複了 總之信息很簡單 動態清零是國策來的 是不可以動搖 誰說與病毒共存的話 麻煩有個安法時候了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是沒有原念的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 沒有可能不知道 現在全世界整個地球 只剩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 才用這樣的方式去防疫 是不是全世界中國人最散弱 在這裡要這樣防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總之他就是這樣了 其實就算放棄和國際接軌也好 都要堅持清零 究竟為了什麼呢 在二十大講話 我們就會看到整個邏輯思維和防疫 是搞不搞八 基本上就是為了合理化 日常生活的所有監控 一般人又要健康碼 才可以入到任何公共的地方 出境入境全部都是要有證明 這一套習以為常之後 其實人就已經不再是人了 中共恐怖之處 正是這樣 防疫不是為了防疫 根本上就是為了監控 為什麼要監控呢 就是令到整個社會去人化 人化為零件 那政權叫你做什麼就是做什麼 基於這個邏輯 相信中國的疫情 是不可能終結的 只會長期延續 無論全世界變成怎樣都好 中國都是這樣走 去人化、辱民 這些是常態的一部分 除了貫徹 control freak 習近平的精神 其實背後有一個非常之重大的啓示 就是 根本這個是全民戰爭的 備戰總動員 如果不是 不需要各級 這樣方式去防疫的 而中共內部向地方官、各級黨員 傳達這一種動態清零政策的時候 也都是這樣說 也都說得很明白 現在中美關係緊張 國際形勢危殆 現在中美關係緊張 國際形勢險峻 所以我們才要這樣防疫 大家看開一點 很多在微信的視頻 都是有這樣的對話 而出奇的是 無論是說那個 還是聽那個 好像都要受的 當然啦 他們不受 又可以怎樣呢 在未來那幾年 全國將人變成零件 變成普通的生物 這樣去管治 好像動物園裡面那樣 而隨時將它們準備動員 推出去打仗 這個這樣的政策 看來也都會持續下去的 剛才我們講過這一串這樣的理論 將以前這過去20年的共產黨理論 三個代表一和合社會全部剷走 換來的就是習近平式的鬥爭 共同富裕 動態清零 那其實 哪個人創造這些理論的呢 一般相信 他就是政治局常委裡面 留下來的人 這位 王滬寧 作為一個學者 一個書生營的人 坐到政治局常委 在中國歷史是很少的 對上那個 基本上就是剛才他們說過 六、九年九大那位常委 陳百達 他就是文革其中一個文膽 另外一位文人 康生當時都是常委 但康生也是搞特工的 他還有其他功能的功能 雖然他本身都是一個才子 雖然人格卑劣 但是 文學修養是高的 但是 他有其他身份 陳百達就是純粹的書生 就和王滬寧好似 說王滬寧成為一個進入全國權力核心的純文人 厲害的地方在於 無論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 還是胡錦濤的和諧社會 到了現在習近平不知所謂的鬥爭案全部 都是出自他的手筆 唯有他最清楚 如何去打倒昨日的我 那究竟他在想什麼呢 話說他在80年代的時候 和一些美國學者的意識形態 精神交流的文字 而近日終於是被公告天下 發言了他一直是很關心一個議題 就是如何去確保中央政府的權力 得以集中 如何可以避免蘇聯解體的悲劇 所以無論他是服侍江澤民 胡錦濤還是習近平 他自己的思想其實應該都是清晰的 就是如何可以令到政府 擴大執政的能力 如何可以令到政府可以 將權力資源集中 而避免地方或者任何勢力的人士 美大不調呢 那既然他是真的這樣想 現在有一個平凡發揮 就信得逆將了 無論是大外宣也好 旺君也好 我們見到他們所傳遞的 中央集團信號 都是充滿王滬寧的影子 和他的手指帽 我們可以把它看為習近平時代的 德國納粹的戈培爾 在未來幾年 相信這套王滬寧的心法 肯定是會繼續擾亂全世界正常 文明 自由的言論空間 紫綠維馬的歪理 將會成行成史 以前我們會拿來笑的理論 國進民退 共同富裕 動態聲靈 鬥爭論 全部都會變成 偉大光明正確 偉剛正的指導思想 在新香港的國民教育 你想避開也挺難 無論你是校長 老師還是學生 這些名詞 都是要背到狼狼上口 亦都是要表示完全贊成 支持的 萬一真的要打仗 或者是有動員令的話 任何不贊成這些信條的人 其實就已經是違反國安法了 俄羅斯的普京已經刑犯了一次 如果你反戰 這個世間上是沒有和平主義這回事的 如果你反戰的話 你就是外國勢力 就是內奸 但是 是不是等於留下來得人 大家都是要支持攻打台灣 大家都是要支持習近平的戰爭呢 如果是的話 和納粹德國 當時的情況 又有什麼不同呢 二十大恐怖之處 正正在這裡 不容許人再有選擇 大家要捆綁 大家要攬炒 責任 歷史的原罪 很可能就要共同面對 但是二十大入面的二十大恐怖信號 我們只不過說了少部份 下一個環節 我們就會再說 在外交層面 人事層面 和涉港台層面 又有什麼 更加令人憂慮的地方